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还说 她可能 会要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能回家 因为 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一直生活在充满着杀戮的世界里 孟茜 这把刀 是你母亲当年给我的 我不配拥有的 今天 我将它还给你 也算 也算是另外一种 无果远助了吧 若父 母亲 最后 想告诉你 我这 你从来 都不是什么废话 你在我的心里 是 是我唯一的 我叫我 我 母亲 母亲 姑姑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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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万万没想到 凌风街的事 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我有时候在想 严陵玉是不怎么选择 都是错 如果是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什么呢 怎么不说话 我在看老妈 送给严陵玉的刀 上面有两行字 心肩披磐石 心裂斩阎罗 什么意思 人心够狠 天下无敌 要是按你说的那个意思 老妈就不会为了净化恶灵 改变正魂界弱肉强食的现状 而冒险跑去鼓楼了 那倒是 那是什么意思 老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 要在愤怒和怨恨中 守住本心 我猜这里的这个新字 或许是类似的意思吧 照你说的意思 我倒是觉得 严陵玉正在践行这八个字 只是人和人的道不同 他把生存放在第一位 并且不顾一切 这也是镇魂界大部分人的想法 可是难就难在 原来人不能只是活下来 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要是你呢 你怎么选 你问我 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算了 你也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 心里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如何保护好罗刹街 按我的实力也做得到 不过这罗刹街以外的世界 是什么样 我根本就不在意 镇魂街的现状 未来更是想都没想过 那你刚刚在想什么